高雄有一名杨生生他把爱车停在林雅区一处停车阁 好回来要牵车的时候发现车头被刮花 疑似有被撞到 现场呢发现有一张字条留下来 可能是要负责任吧 不过打了上头电话 对方却说他不是肇事者 杨先生现在质疑是不是故意留了假资料 涉嫌肇事逃逸 警方会扩大周边监视器的调阅 要找到这一名肇事者 一辆轿车停在路边 只见车主不知所措 这件爱车左侧车头出现多道刮痕还掉漆 是谁弄的挡风玻璃上留有纸条 上头写是我们停车不小心上到您爱车 请和我联络 真相大白原来是被撞 对方留下电话看似有诚意要解决 但打过去让车主好傻眼 有够错愕 怀疑真正的凶兽留假资讯 涉嫌赵涛 10号下午4点多 阳性车主把爱车停在高雄陵雅区 五秒路旁的停车阁 回来要牵车却发现车头被刮花 循着上头留下的纸条打过去 要和对方商讨 后续处理事宜 却惊觉肇事者疑似留下假资讯 让杨先生气得报警 目前正扩大调阅电价 铁石器离经影像中 有关肇事逃逸部分 本分局后续将通知 肇事车主报案说明 衣柜定肇事逃逸 最高可罚3000元罚款 并掉扣驾照一到三个月 车主报警弃凶 希望警方帮忙逮到嫌犯 否则恐怕只能自认倒霉 既然王家王超群王秀成高雄报道